路山巍巍,香水泱泱 4月2号上午,马英九先生带领台湾青年学生参访湖南大学 并与该校学生交流座谈 校园内,湖南大学的前身月入书院,环境清幽,古艺盎然 这座创建于北宋年间的书院,历经千年,闲歌不绝 朱熹、魏元、左宗棠等曾在此讲学授徒或求学论道 马英九一行参观了贺锡台、讲堂、御书楼、历史陈列馆 文庙等,近距离感受这座千年书院的绵延文脉 穿越历史风云,马英九和台湾青年学生随后来到国家超级计算长沙中心 两岸约60名学子相向而坐,准备开启一场头脑风暴 湖南大学校长段宪忠致欢迎此表示 近年来,湖南大学与台湾各界交流广泛 与台湾高校联合举办《胡乡文化传统》与现代人文精神学术研讨会等活动 合作开展《儒家文明》与中国书院主题研究 湖南大学将努力为两岸学生互学互建提供更多平台 推动两岸青年携手并进 随后,约40分钟交流中 两岸学子就传承中华文化、升学、就业创业等话题 展开热烈讨论,分享学习生活体验,表达对未来的憧憬与思考 马英九回答学生提问并做总结时表示 希望湖南大学学生和台湾学生的见面可以成为家常便饭 大陆学生跟台湾学生在台湾通编的 也许是家常便饭 也希望湖南大学生跟台湾的同学生 也能够编成家常便饭 好不好 同文同种而且双方都坚持一个公文的立场 这一点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希望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 我们希望大家努力地能够减少这些不必要的合格 让双方能够真诚地交融 然后让年轻人在他年轻的阶段就知道 我们必须要往这个方向走 要这些生力军把这个工作往后继续推动下去